为了能够让孩子拓展美术方面天分 东海大学教授和安定国小合作 举办食农与艺术的火花活动 邀请学生家长到校 和孩子一起用叶子、花卉等大自然的素材 来进行一系列的闯关活动 活动当天就吸引200多人响应 场面相当热闹 学生细心剪着叶子 利用天然构树的叶子绒毛来粘连布织布 拼贴出许多可爱的表情 而另外一边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摘花 在布上用石头压花将白布拓映上 漂亮的紫色和绿色色彩 现场200多人透过闯关互动游戏 也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 我觉得很好 可以用剪刀跟树叶剪贴成不同的形状 有很多活动而且都很有趣 孩子最喜欢哪一款 这一款 就是奥兹国阅赌产报的这一款 因为他们的答案有种子 然后还有一些 父母们一个月要借几本书 可以借几天 可以动动的 对 我觉得很好 虽然是一个比较偏乡的学校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学习很多元化 对那还有一些 大哥哥大姐姐来学校一起帮忙 那我觉得很丰富 很赞 东海大学过去一年多和安定国小合作 举办过许多食农艺术相关的活动 师生透过行动将市区的资源带到偏乡 经由大家一起设计闯关活动 大小带小手 让小朋友拓展美术等其他多元领域 一起共作共学 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促进老师跟家长之间的沟通 那最重要的是增进亲子之间的一个情谊 参与的家长真的是非常的踊跃 我全校的小朋友 国小部80个 幼儿园23个 今天来的家长总共也有102个 尤其是贴近土地跟人的社会关系的活化 然后跟环境美感的建立 这些都需要实地去体验 而且要有策略的进行 那慢慢的累积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这样给我们的最多是信任 而且是美好的掌声 配合母亲节即将到来 校方也准备了可爱的背板 让亲子能够一起拍照打卡 期望透过举办类似的活动增进亲子 甚至是与校方之间的互动 让孩子能从中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与自信心 记者让外台中采访报道